男人身穿墨黑色净装 身高腿长 仪表堂堂 虽然生了双勾人的桃花眼 浑身上下 却透着一股铁血射人的气势 栓子等人刚看到男人 就见到男人冷冽的目光射过来 滚 一个字暴露了男人的不悦 栓子等人虽然是工人 但之前也是混子 对于危险的感知能力 比较强 这人一看就不好惹 而且肯定和这个女人有关系 栓子顿时庆幸 自己只是动了歪心思 还没真干出啥 不然估计不死 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男人一吼 栓子都没敢反驳 拉着瘦子等人 就灰溜溜地跑了 而对于这场差点发生的危险 喝醉酒的左晴并不知道 依旧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 叶绍婷看她还在走仙女步 头大的撑着额脚 敬锐阳那孙子的桃花寨 天知道为什么要她来帮忙 叶绍婷并不是突然出现 实际上她跟了她一路了 从她拿着酒直身一人往暗处走 她就一直跟着她 没想到这女人还越走越偏 刚刚要不是有她在 没准就会出事了 正想着这些 叶绍婷就看见前面走仙女步的左晴一根头摔在地上 叶绍婷往地上一看 有块极西的大石头挡在她面前 这傻姑娘都没看见 直接就绊倒下去了 摔下去也就算了 居然还坐着不起来了 叶绍婷无奈地走到她跟前 想把她拉起来 左晴却一挥手 走开 她说话没什么气势 因为人太温柔了 哪怕喝醉了酒 也还是温柔 说出来的话 软软的 柔柔的 像轻声细语的泥男 不像吼人 叶绍婷无奈地叹息一声 不顾她的反抗 将人抱起来 我自己走 酒醉中的左晴 还能意识到自己被人抱住了 挣扎着跳下来 叶绍婷没理她 不想跟一个醉鬼浪费时间 仅有的几次见面 这丫头醉了两次 两次都还是因为金锐羊那个骚包 叶绍婷再次感慨 进家那两狗子兄弟 害人不浅 左晴见挣扎不起效果 挥动着小手开始挠人 抱着叶绍婷的脑袋 凑近 再凑近 碰的一下 砸在叶绍婷的脑袋上 叶绍婷头疼地往后仰 哎呀 你属狗啊 看着温温柔柔的 咋那么大劲呢 砸了人的左晴笑嘻嘻的 伸手在他额头上轻轻地揉着 临了一路的小雨 左晴只见一片冰凉 冰凉的指尖 触到叶绍婷额头上 叶绍婷冻得胆了个哆嗦 大冬天的 这手冻坏了 才有这温度吧 叶绍婷皱了眉头 就因为他这一皱眉头 被他抱在怀里的左晴不乐意了 哼哼着用手薅他的头发 把叶绍婷一头帅气的头发 给抓了个乱七八糟 活向上天派了个雷阵子 在他头顶开炸了会儿 叶绍婷黑着脸 一路忍着 再动把你扔了啊 叫野狗把你咬死 左晴怕黑 尤其是喝醉酒之后 他会把这种恐惧放大 跟正常人喝醉不一样 正常人喝醉酒 那是天不怕地不怕 给根牙签 都恨不得把地球 给戳个窟窿洞来 左晴则刚好相反 仿佛解放了自己 又嗨又胆小 精神亢奋 但是胆子小 听叶绍婷说 要把他扔了 还让野狗咬他 吓得一个机灵 双声猛地 咕住他的脖子 那速度太快 叶绍婷双手又不得空 差点被他勒得断气 撒手 撒手 叶绍婷凶他 左晴哼唧一声 把脑袋埋在他的肩上 一双手 有力地掐着他的脖子 大有一种 他敢把他扔下去 他就掐死他的急事感 那么多率 觉得有力地掐死他 伏着